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赶到现场 我们到现场之后一看那个文物非常集中 实际上马上就让那个施工单位全面停工 我们就跟施工单位了解 这个地方挖出来的土到哪儿去了 后来的话把那堆土全部给运回来 那么把这个所有机械挖出来的土 马上进行了特别的一种清理 那么在整个这堆土里面清理出来的文物是1400多件 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展开 有大批珍贵文物陆续被清理出来 其中就包括2000多件古玉器 这些玉器品种繁多 几乎涵盖了中国商周时期所有的玉器种类 包括玉丛 玉章 玉碧 玉歌 和玉月等 专家说 金沙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土古玉数量最多 品种最为丰富的古代遗址之一 这里出土的玉器大都为礼神之玉 古蜀人无论是祭祀神山 祭祀祖先或举行葬礼时 玉器都是供巫师使用的重要法器 因为古蜀人相信万物有灵 他们认为玉是山川赋予的精华 天地灵气的结句 是最为圣洁之物 具有沟通天地的灵性 在周礼中就有 以玉做六气 以礼天地四方的记载 在通常情况下 玉碧 玉从 玉章和玉规 是用来沟通天地山川和礼拜四方神灵的 玉制的歌 月 毛 剑等常作为祥瑞之气 用来体现使用者的威仪与身份 古蜀人每次祭祀后 都会把大量的祭祀器物 埋入地下 金沙遗址中的玉器 正是古蜀人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 埋下的 这些玉器的出土 让人们看到了三千多年前 古蜀文明的辉煌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中 最能够体现地位和权力的是玉月 有的玉月上还雕刻有精美的图案 这些神秘而充满想象力的图案 有着某种特殊的寓意 这件寿面门玉月 是目前金沙遗址发现的唯一带有图案的玉月 这说明它很可能是一件象征至高权力的国之重器 这件玉月长22.4厘米 其外形像一把上窄下宽的斧头 在中国历史上 玉月的出现往往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军权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 周五王左手拿月 右手持白旗指挥作战 而周公 毕公则分别持大月 小月 护卫在五王左右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 当时只有五王和众臣才能持月 可见持月者的特殊地位 这件寿面门玉月 两面对称雕刻着复杂的纹饰 纹饰中间有一张清晰的神兽面 神兽的双眼呈八字形 耳朵外卷透露出一股威严之气 在玉月上部几厘米的空间内 雕刻着对称的葵纹 卷草纹和寿面纹 并用剪地和阴线相结合的手法 刻画出浅浮雕的效果 这些纹饰比人的头发丝还细 体现出古蜀国工匠高超的卓裕纪 专家说 玉月上的图案 还与古蜀国流传的 魂归天门的传说有关 在玉月两侧 各装饰有一组图案 这些图案由五组对称的卷云门组成 中间留有空白 整体图案看上去很像一扇开启的大门 专家认为 这扇门代表的就是古蜀人心目中的天门 中国古代书籍《山海经》中有 天门日月所入的记载 中国古人相信天神居住的地方 也是有天门的 天门就是进入天国的大门 而且古蜀人认为 人死后灵魂会从天门进入天国 古蜀人的这种观念来自他们的祖先 据在《东晋地方至华阳国志》中记载 中国战国时期的水利家李冰 曾主持修建都江燕水利工程 他知天门通地理 李冰说问山是天棚门 在山下仰望两座大山 两座大山就像是大门两侧的城楼一样 李冰认为 站在这里仿佛能看到神 他命人在此建立祭台 宰杀牲口祭祀 并把玉器沉到水里 以此祭祀天神 祈求风调雨顺 这个典故说明 鼠地有用玉器祭祀天门的传统 这件寿面文玉月上的图案 是不是代表了灵魂进入天门之路畅通呢 它可能表现了古蜀人的天门观念 也体现出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 玉章是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礼器 它有祭天拜日祭祀山川等多种用途 金沙遗址出土了二百多件玉章 这在中国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非常罕见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章 大多色彩鲜艳 制作规整 最大的玉章长达一米 最小的仅有五厘米左右 专家认为 大玉章应该是祭祀用品 而小玉章很可能是随葬的名气 这是金沙遗址出土的最为精美的一件玉章 其蓝布两侧对称雕刻有一对立体敦寿 它们好像在互相对峙 其形象十分生动 雕刻也很精细 气表打磨得极为光滑 体现出工匠高超的玉气制作记忆 玉章最难制作的是蓝布 金沙玉章蓝布的牙齿装饰反简不一 尺突部位有的雕刻成瘦面形 有的雕刻成梯形 还有的刻成卷云形 雕工非常细致 古蜀人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切割玉石的 一直以来都没有确切的说法 直到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特殊的玉章 人们才找到答案 这件玉章是一件没有完工的半成品 我们发现有一件残的玉章 那么这个玉章呢 它刚好就是在那个两个玉章呢 没有破完 留下了一个并布 这个并布的上面呢 两边的那个对破的地方 还留下那个线切割的痕迹 这个就像古文献里面 记载一种叫马尾切割法 怎么去切割玉气 用线切割 那么这个线带动甲鱼山和水 一点一点的拉动它 那么才慢慢的去把这个玉料解开 那么这件标本呢 正好就反映了这个过程 以两件玉章同时制作 成套制作 然后成型了以后 从中间对破 然后用线切割段法 一点一点的拉动 那个线纹呈现出一种 叫抛物线的这样的痕迹 所以很清晰的告诉我们 古人是怎么去割玉的 这件玉器很像是一块玉牌 专家称其为排形器 虽然它只有人的手心般大小 上面却刻画了一个完整的图案 看上去很像是一种昆虫 有的专家认为 排形器上的图案表现的是一只昆虫 震动翅膀时的情景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一昆虫纹饰采用了洋客工艺 颇具立体感 我们从显微镜下观察 这个小的昆虫纹 它每一根纹饰 它的粗细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转角 没有一点毛刺 非常的流畅和圆滑 那么在青铜时代 它的治愈的工具是铜 那么它很容易损坏 通常我们在看商周时期的玉器 它通常都是用直线和浮线来组成这样的纹饰 而且直线和浮线往往在转角是出现很多毛刺的 但是我们从这一件昆虫纹来看 它的转纹是一起合成的 它的所有的线纹是一起合成的 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工艺特点 就是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玉器中 还有一件玉人头像 由薄玉板雕刻而成 其造型是两面对称的人脸 工匠采用浮雕工艺雕刻出夸张的眼睛和高脱的鼻子 使人脸的表情显得凶狠而猙獰 专家说 古蜀人雕刻的是人的面容 表现的却是神灵的特征 有专家推测 这件玉人头像可能是用来装饰祭祀物品的 可以想见古蜀人的祭祀用品应该十分精美 庄严肃木的预章 威严神秘的寿面文玉月 小巧精致的玉人头像 这些金沙遗址出土的古蜀国玉器 气形具有中国商周时期玉器的典型特征 而文式却又处处体现出古蜀国的特色 这些精美的玉器 既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融合的结果 也是中国玉文化悠久历史的见证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